哈喽小伙伴们我是阿宁 我身后的是咱们张大哥 还有三哥在这和面 然后正在做饭的时候 大家闲聊 然后张哥说起这个山里面的野生动物 特别的有趣 然后现在咱们请张大哥 给咱们讲一下 咱们挖育的人容易碰到一些什么样子的野生动物 山里面狗层可怕的 一旦碰到了才会追人的 就是我们一个朋友 开了一只球进去 为了跑到车跟前 整整跑了一整天 狗熊 狗熊脸它它就跑 它在玩人吗 为什么 不是 它也不是 它那个狗熊耐力不是说特别巧 他一追 这个男的就赶快跑了 等到一看 它停下了 它赶快休息一下 这一追赶快跑 整整一天 没到车跟前 到后面怎么办的 最后还是跑到车跟前了 讲的狗熊 那狗熊什么时候就转身走了 那狗熊跑了一天了 它跑到车跟前 它就得救了呀 跑到车跟前 它就开上车就赶紧跑呀 狗熊跑过去 啊 还有就是里面那个猫牛可怕的 我和那个老弟进去看到过 哦呦我远远的一看 那个猫牛真有机灯多重 完了曾经有一个霸道车 不知道是谁 好像说是乌龙骑的 到那里面也是捡那个隔壁料去了 那个霸道车过来那个猫牛 那个两个脚一惨 直接就出发了 我去猫牛那个脚可以惨得这么霸道 那猫牛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家养猫牛 可能有个几十红红宽的那个猫牛脚 哦远远的看到黑黑的 可怕的很 赶快跑 不然很少碰的 开的推土机推低点 嗯 直接的猫牛就把他推 推土机啊 我刚才听说是八道 一种多的猫牛 西藏那个西藏那个哪块 哪块人见过那个猫牛 西藏那个双弧线 嗯 墙房就是 牧牛 牧牛家养的牧牛 我们都见过嘛 没多大 几百公斤 那个 中的也就是几百公斤 嗯 野生就推在这里 这个野生里面野生的牧牛多不多 多 我们去过碰到过 而且我看到过那个死的 我过去量了一下 真有一几米多 那咋不把牧牛头带出来 谁能拿动 那个 没有 你就是干拿东西犯法的 一个是不敢拿 哦 犯法的 再一个我拿不动 拿不动 嗯 这个脚这么粗 这样上去 光那一个脚 可能有几十公斤一种 我的天 你再加上那个头呢 哎 我们偷偷东西多 关键是 我这没着想 运气的就不行 我就造那个 张林阳的那个脚 你看我老婆 看 嗯 哦 看你发的那个 嗯 张林阳的那个脚 二十多年的那个 张林阳 张林阳可以活二十多年 你看他那个疙瘩子 一个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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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为什么还比自己呢 哈哈 他一个疙瘩 就是几年 就像是那个树的那个年 对 对 所有的脚都是那样子 北三阳也是那样子 你看他那个疙瘩子 你就知道今年的水槽好不好 这一节特别长 疙瘩子特别重 嗯 今年的水槽特别好 哦 这一节如果特别瘦弱 哎 今年的水槽不好 从他们那就可以表现出来 哦 哈哈 抓起来这种鲜鲜 两个刀都拿走了 今天晚上 张大哥做抓饭 啊不是做那个汤饭 哈哈 哈哈 汤灸骗子 新疆的 嗯 汤里面就说的是 汇面 我们山西山西的人也 哦汇面 嗯 他老家汇面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 就是什么 小队小队 吃一下 那个那个那个 啊你应该吃锅吧 我们做 吃锅 哦 快面对 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不一样 这山西的 就是那家里头有菜 哎 你给我把你东西带了没有 带了没有 这箱子喝了 啥东西 那个刀靴面 刀靴面那个刀 不是 箱子新装 买了都已经买了 他放在箱子里面没带过来 等我下次过去 我 这 我想啥 啊 行行行 只要在哪里去呢 我拿去家 那个东西 哎呀 你不知道 三个一直想吃 然后三个就过来挖鱼来了 从有些地方拉的牛 你看看他胖了 实际上他是打过技术 我拉回来啊 累了四个月五个月 加料很累啊 越来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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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完以后啊 重新长起来的表 所以就赔 所以就赔 当时要是卖啊 一千万块钱 别赔了 你就想要说这个牛开始要胖 然后再喂一点更胖 再长一长 我们拿了十七年多的牛丸子嘛 嗯 本来牛丸子 那个牛肯定是咱水土不服啊 水土不服啊 到底是激素呢 还是水土不服 现在一年多的牛 没有 你就像 你就像人一样的嘛 你好好的在自己家 你待得好好 你把人家搞到别的地方去 你好好找 人家心情不好就瘦了 小妞 他爸他妈在哪 他不想吗 大牛 叫我哥 不说 要是大牛 他娃娃 他朋友在哪 他媳妇在哪 他不想吗 我就是喜欢 把啥哥都说的不好意思 无力还口 估计想自己本土牛就行 哎呀 那时候就说那边便宜嘛 不是 就不忘记了 张业无味 甘肃 山西 老女性 他不是河北人 你按你把这些视频 河北这些 长哥一个三个一天 天呐 胡吹呢 包头 包头 包头一 小伙伴们 就是老张业区 大家听了这些故事 会不会说 长哥三个天天胡吹 有没有 都特别有趣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勇闯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